下一個這個Desk View P5的部分 我覺得它看起來 下一個這個Desk View P5的做工跟品質 我是覺得好像是什麼嬰兒玩具嗎 就是整個是非常非常塑膠的 然後 這就是整個大小的同樣的 好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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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這個DeskView P5的做工跟品質 我覺得它有點像是嬰兒玩具嗎 就是整個很塑膠 然後它的接縫非常非常的不整齊 就是忽大忽小的接縫 那它旁邊有這個橡膠軟墊可以讓你防摔嗎之類的 它怕你一摔就整個解體之類的 然後它的電流聲音我是覺得它是有 你可以聽得到但是正常收音應該是收不到啦 就是可以 下一個這個DeskView P5的做工跟品質 我是覺得它有點像是嬰兒玩具嗎 就整個非常非常的塑膠 然後它的接縫處就是忽大忽小 就是一條線它也可以忽大忽小 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怎麼做的 然後邊邊有這個防撞的QQ的軟墊 下一個這個DeskView P5的做工跟品質 我是覺得它的 做工有點像是嬰兒玩具的感覺 就整個非常非常的塑膠 而且它的接縫處 接縫忽大忽小是怎麼樣 就是一條線它也可以忽大忽小 然後整個 送來的時候就是刮傷還蠻嚴重的 就是整個像是玩具一樣啦 沒有什麼品質可言 然後它的角落有這個 防撞QQ墊 我是想說應該公司 就覺得 你掉到地上這個螢幕就會瞬間解體 所以它才把這個東西加上去吧 然後電流聲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聽到 但是它不是算高頻的電流聲 就是一個 中頻的電流聲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 很討厭的感覺 就正常頻率 而且沒有很大聲 收音正常應該是收不到的 然後電流聲的部分 它是屬於比較中頻 就沒有到非常高頻 也沒有到非常低頻的電流聲 所以 你是聽得到 但是收音應該是沒有辦法收到了 就收音不會有問題啦 電流聲的部分就是 你是聽得到了 但是它是屬於一個比較中頻的 電流聲 就不是很高頻 也不是很低頻的電流聲 Jesus Christ 然後電流聲的部分 就是它 是聽得到的 但是收音應該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它是屬於一個中頻的 電流聲 不會到那個很尖銳很高頻的電流聲 所以這個應該沒有什麼大問題 是一種的音樂 下一個神牛的做工品質 我真的有點 下一個神牛的做工品質 這個有點讓我 下一個神牛螢幕的做工品質 這個有點讓我出乎意料 就是它的做工品質其實還蠻好的 而且完全沒有任何COCOCO 按鍵也不會搖晃 沒有任何聲音耶 這完全...What the heck 下一個神牛的做工品質 下一個這個神牛螢幕的做工品質 這有點讓我出乎意料 下一個這個神牛螢幕的做工品質 有點讓我出乎意料 真的是 沒有聲音耶 就是任何的按鍵啊 然後所有的滾輪都非常非常紮實 重點是搖晃沒有聲音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現在... 感谢观看 然后所有的机缝都没有什么 那唯一有问题的就是它的电流的声音 我是觉得它唯一有问题就是它的电流的声音 我是觉得有点算是 那唯一有问题的就是它的电流的声音 有点就是你可以听得到 但是收音理论上也是不会收到啦 因为它是比较中 唯一的问题就是它的 唯一的问题就是它有一点点的电流声音 但是也不是什么 那唯一的小问题就是它的电流声音 是比较大声的稍微大声一点 但是它不是到很尖锐的声音 它是比较中低音频 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啦 你放在麦克风旁边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唯一的小问题 唯一的小问题就是它的电流声音 是有听得到的 唯一的小问题就是它的电流声音 是有听得到的 但是收音器 唯一的小问题就是电流声音 是你听得到了 但是它是比较属于低频的电流声音 频率比较低啦 就叮叮叮叮叮叮的感觉 所以其实也不会让你感觉到什么东西 除非你真的非常靠近认真听 就真的出乎意料 神牛的品质